一把钢刀穿透了瓶子 为什么不会漏 非常简单 其实呢 这把钢刀是道具 看一下中间是弯曲的 接下来呢 这里呢 有一瓶普通的可乐 没有任何问题 把它放进这个盒子里面 拿一个钢板 从可乐的中间呢 这样穿透过去 然后呢 把可乐呢 可以风生 手可以伸过来 没有任何东西 再把它拉回来以后呢 划出钢板 钢板完好无锁 可乐呢 也完好无锁 它是如何做到的 非常简单 其实呢 它是用吸叠石吸起来的 接下来看一下 这里呢 有两个普通的杯子 里面呢 装着红色的珠子 和绿色的珠子 我把红色的珠子呢 倒进里面 接下来呢 把它拿过来 在这个位置 轻轻的摇晃一下 你会神奇的发现 红色和绿色呢 瞬间分开 它是如何做到的 也非常简单 其实呢 绿色的珠子呢 是用线穿起来的 接下来 这里呢 是一副普通的纸牌 没有任何问题 把它拿在手中 自己看 一二三 瞬间消失 再次消失 从嘴巴里面 拉出来 它是如何做到的 教给大家 把它拿在手中 一二三的时候呢 大拇指卡住 快速过拳 然后斩出双手 卡在胸前 像这个样子 直嘴的时候呢 把它塞到嘴巴 拉出来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